越南政府总理发明证从3月7号至9号 应要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 7号上午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斯和未婚妻主持仪式 欢迎越南政府总理发明证一行访奥 随后两位总理举行会谈 欢迎仪式按照给予到访澳大利亚的外国政府首脑的规格礼遇 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国会山议会大厦隆重举行 欢迎仪式结束后 范明正总理与澳大利亚总理举行了会谈 两国领导人本着真诚和信任的精神 对两国友谊和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劲发展表示满意 同意将两国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讨论并同意密切配合 过时两国关系中的六大方向 推动各领域合作更深入 更有效 更务实发展 双方在讨论地区和国际问题时 同意继续相互支持 在地区和国际论坛 特别是联合国 东盟 以及东盟主导机制中密切合作 会台上范明正与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 共同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两国政府承诺继续促进所有领域上的关系 并在尊重国际法 主权 独立 领土完整 尊重彼此政治制度的基础上 推动刚升级的关系 双方重申 致力于全面落实两国签署的协定 继续在由东盟主导的机制以及亚欧会议 世界贸易组织 亚太经合组织等其他国际机制中开展合作 致力于营造稳定 可预测 包容 透明的贸易投资环境 双方对东海局势表示关切 再次强调 致力于和平 安全 稳定 航行和飞越自由 不受阻碍的合法贸易 尊重国际法 外交和法律程序 以及通过符合国际法解决包括东海争端在内的各种争端 油炼 uses 油炼USD 谢谢观看